假设你程式不会写 因为程式相对的比较冗长一些些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找出它的Key 因为它的Key是随机产生的 这个Key 各位可以发现前面这个Key 它这个是它自己随机产生 我们不可能知道说它这个Key 里面到底存什么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用查的 比如说哪一个号码 它的ID是多少插回来 但如果说你要删除某一笔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不写程式 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游标放在这边 这一笔如果不要 点下去嘛 删除掉不就好了 这笔不要的话 删除掉就好了 不过前提你可能需要有一个 一个画面 当然你在电脑上面做删除 也OK 手机上当然你也登录这个Google账号 这个Filebase也可以啦 直接在手机上或者在电脑上面都可以做删除 可是如果你希望在城市里面做删除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我再把资料 再把它写过来 Input再把它增加 也是一样 那个放1 2 3 三个测试资料 到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 不过我这边是我自己的电脑 连线过去 但是我发现我那边连线好像比较慢一些些 但如果你有insert 你有把它加进来的话 有点像前面那个Coreline一样是insert into 它会自动加 而且如果你有加进来 它会马上显示出来 一笔两笔三笔 只是这边好像又有点连线不太不太顺 这个我那边的电脑 连Filebase 速度就会卡卡的 可能有时候要跑个几次啦 那丢上去之后呢 假如说你要把它删除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Delete的方式 只是Delete这个程式会稍微比较冗长一些些 那我一样有把程式写在那个 我的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待会 假如都会删除部分的 这个部分想要了解的话 干脆直接先从那个云端上面把它复制下来 再做修改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说明一下 主程式是从这边开始 上面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方选 这个方选的话开头一定是DF 它的方选名 它的字列函数的名称叫checkkey checkkey意思说呢 我要从什么呢 从我的号码 我的编号 去查到它的 我们那个乱数产生的ID 所以当我要删除某一笔资料的时候呢 我可以怎么样 一样哦 这个底下都一样 一样是input 那个firebase 一样告诉它哪个网址 一样是取得一个 FB的物件 那firetube我们前面讲过了 它一直跑 直到那个 FORCE 那一样怎么样呢 第一个先去抓到 我们的students 然后顶多是这边有一个input input就让使用者 输入一个编号 那编号的话 enter之后的话 它会取得 比如说我要删除一号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把一号的号码呢 直接转成int之后 丢给它这边判断一下 它可以帮我做什么呢 去key里面找找看 找什么呢 找这里面的 Lamber 这个key里面的 Lamber里面 对应到的那个key的号码 把它转换回来 就是 透过那个号码去查询 那个我们的ID 那把那个ID给抓回来之后 再去做删除 那删除的地方的话就是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有删除啊 我们yes yes的话 就利用FB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delete 把这一笔记录呢 后面加一个他的ID 就直接把它删除掉了 这个我想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你可能要先告诉他说 你要删除的是哪一笔资料 那我这边demo一下 我第一个可能要先把 这个资料先丢上去 那些这个远端的 连线状况不是很好 OK那请各位 先稍微把那个delete的部分 先稍微试一下 你要删除 直接从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删除 修改其实也可以 直接从这个地方点两下 你也可以去修改 比如说李什么 李天龙 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名字 改一下李XX OK Enter一下 这样也可以做修改 那只是说呢 你当然可以透过Lamber去做 知道要修改哪一个人 的一个相关讯息 所以如果说假如我们要 做修改的动作 其实跟删除程式 其实差不多 需要的就是第一个 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告诉我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边 你的座号是几号 所以我执行起来 我看一下 因为刚刚连线有点不是那么稳定 基本上应该是要显示在这边请输入那个座号 那如果我输入座号之后 他问我说你要把他的名字改成什么 改完之后 诶 这边出现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1号 1号的话 他会输入1之后呢 他会丢到这个 制定函数里面 帮我找到他的Key的ID 把这个Key的ID 帮我传回来之后 让我知道要改的是哪一个ID 所以我1号 Enter一下 他会问你说原来的名字是李XX 那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叫 李小龙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改成李小龙 OK Enter 好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把 刚刚我找到的ID 里面的李XX 这个Name的部分 改成李小龙 如果正确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他会把云端上面的 会显示出已修改完毕的讯息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到云端上面看一下 你会发现 他马上就变李小龙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一个道理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 不想要去写那个程式的话 直接从这边也可以改 那只是说有的地方 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使用者 都可以进到这个画面去修改 所以你必须要提供给他 用程式的方式去做 做变更 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两段程式嘛 一段是Delete 一段是Editor 你会发现程式很多地方都一样 请各位自行再去做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基本上呢 Filebase 如果你能够学会新增 把资料放上去 再把它读回来 然后呢 再把你需要删除的 那个记录删掉 跟修改某一笔记录的话 我想大概用来用去 这些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甚至你可以把我们之前 呃 教过的像什么呢 像那个猜数字游戏 你也可以怎么样 建一个 在云端上让人家去猜 大家连线上去 大家开始猜 诶 啊猜的话是什么 写一个数字上去就是input 那如果人家要猜的话 一定要先什么 读取那个数字 但是先不能让使用者知道 然后去判断 诶到底对不对 啊对了之后的话呢 谁 谁先答对 那你可以什么 可能进去之前 先让他输入他的账号密码 然后最后显示出来 input 已经有人答对了 就把他什么 再输出到他的画面 告诉他某某人已经答对了 如果你要把他存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资料怎么样 在input 输出到 可能另外一个 专案的位置 比如说这一次是谁对 那可能比个十次吧 看谁领先 那你也可以显示出来 类似有样啦 其实 资料库用来用去 大概都不会脱离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大概用来用去啦 不管是哪一种资料库 其实以前我的经验 大概你只要懂这四个的应用 大体上 大部分的专案都能够满足 无论是你今天是写什么样的专案 其实说真的 也不用把专案写得太复杂了 写得太复杂 自己也没办法维护 就这么说了